欢迎回到老王说 大家好我是老王 你有没有看过《立英宅或安娜贝尔》这部电影呢 《立英宅》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而成 是描述一家人入住了有英灵的房子 却发生了无法解释的憾事 而安娜贝尔也是真实故事 是描述一个小女孩凄惨离世以后 附生在娃娃身上并被恶魔利用 娃娃会移动到适合的人附近 只要捡到这个娃娃的人 就会被诅咒并且凄惨离世 提到这两部电影不能不知道的就是华伦夫妇 华伦夫妇有一个临界博物馆 博物馆里面都是已经封印的邪教物品 或者是恶魔道具 像是安娜贝尔之类的 今天老王会跟大家说 华伦夫妇处理过的事件 以及他们收集的十个恐怖物品 在说华伦夫妇之前 老王今天看到一个很震惊的事情 必须要跟大家分享 大家也都知道 安娜贝尔拥有恶魔的力量 他能够瞬间移动到世界各地 老王要说的就是 安娜贝尔已经逃离了博物馆 到底事情是怎么样的呢? 华伦夫妇也有办理过哪些事件 临界博物馆又有哪些道具 接下来就让老王说给你听 华伦夫妇他们在1952年成立 新英格兰灵异研究协会 是美国著名灵异现象调查者 他们会接受委托或者是 主动去有发生灵异事件的地方 与恶灵沟通或找人驱逐 先生爱德娃华伦米尼 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恶魔学家 驱逐恶魔有一定的流程 而且你必须要知道恶魔的喜好 每个恶魔都不同 所以通过恶魔学能够有效的驱逐恶魔 爱德娃华伦米尼于2006年8月23日离世 享受79岁 太太罗林华伦是一名有预言能力的预言家 并且能够直接与恶灵面对面沟通谈判 所以是有通灵能力的人 罗林华伦于2019年4月18日离世 享其受92岁 他们在世的时候办理过大大小小的灵界事物 所有处理过的灵异事件 往往都会留下容器 这个容器就是恶魔附身过的娃娃或者是器皿 也有一些是邪教仪式所使用的骨头道具 华伦夫妇的灵界博物馆 位于他们住所的地下室 这座灵界博物馆直到1922年才开放给大众参观 接下来老王列举出10个 华伦夫妇所收集的可怕道具 所有的内容都是在网路上找到的资讯 大家就轻松看待吧 第10名闹鬼的钢琴 灵界博物馆内藏着一架钢琴 根据爱德华华伦所述 这台钢琴会在特定时间自己弹奏 但只要他去房间里面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马上就会停止演奏了 这台钢琴是从某个牧师手上拿到的 传说 有一对夫妻老公去打仗 老婆每天在家里弹琴等先生回来 最后军中的人来按电铃 并且交给老婆一个名牌 表示丈夫已经暂时了 于是老婆就在钢琴前面选择离开人世间 所以这下钢琴弹琴的时间 也就是老婆收到名牌的那个时间 第九名 白夫人的婚纱 这个婚纱是在联合公墓取得的 传说中如果你在凌晨一点 沿着59号公路走 经过联合公墓 你就会看到一个穿婚纱的女人 到时候地板会变成红色 你就要赶快逃跑 否则这名穿婚纱的女子 将会用最快的速度让你离开人世间 婚纱封印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个灵异传闻了 第八名 被诅咒的照片 这是从一个惨案拿回的照片 据说你只要盯着这张照片超过10秒 晚上你就会梦到这个照片中的女子 她会在梦中向你索命 不过封印起来了 所以也不会有这个功能 大家可以尽量看 第七名 恶魔面具 在博物馆内有非常多的恶魔面具 其中一个最可怕的就是 因为邪教组织相信 戴着这顶面具可以毁灭人类 可以成为撒旦的仆人 所以面具上沾满了纤鞋 如果你戴上去 你就不会再是你 会变成没有理智的恶魔 第六名 通灵板 这个通灵板是曾经召唤过恶魔的 不是普通的通灵板 当时召唤的人过一段时间 通通悲惨离世 其实就有点像我们之前拍过的 蝶仙影片一样非常可怕 重点是 如果你使用这块通灵板 依然能够召唤出同一个恶魔 第五名 白点娃娃 这个娃娃和安娜贝尔不太一样 安娜贝尔因为被恶灵附身 所以他会有非常强大的攻击性 但是白点娃娃他只会移动 因为他不想要主人离开他 假如你把他放在卧室 去了客厅一趟 回过头你就会发现 白点娃娃坐在客厅看着你 第十名 撒旦的项链 这个项链是邪教之主的 献祭过非常多次 只要你敢戴上去 你会因此自起而往 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邪气 第三名 死灵之书 由邪教真人谱写 为什么邪教都知道怎么样召唤恶灵呢 都是透过这一本书 书里面清楚地教你 怎么样献祭与召唤 导致后面只要拿到这一本书的人 往往会变成恶魔的仆人 哪怕你原本是个大好人 所以这本书其实是会操控人心的 第二名 金蛇雕像 这个金蛇是某一个邪教的象征 同样的也经过非常多的献祭 唯一不同的地方是 它已经不是普通的雕像了 一旦你让雕像碰到血 就可以面令雕像去索取某人的性命 代价就是自己的寿命 第一名 恶魔之球 恶魔之球底下是一个时钟 上面有点类似水晶球 而且里面还有光 一般人对于水晶球的认知 都是水晶球可以预言过去与未来 这个球体则是 当你把双手放在球体上 你可以看到自己 时间过大约一分钟 你的身后会出现邪灵 接着你会听到尖锐的声音 转过头已经来不及了 邪灵会真的出现 并且把你吸进球里面 这10样物品 应该是网路上没有人说过的 比较多人说过的老王就不说了 博物馆内每两三个月 就会有一位天主教神父 来祝福整个博物馆和所有物品 继续保护这些物体 说完了灵界博物馆 让我们继续说回华伦夫妇办过的案件 除了知名的安娜贝尔雨利英宅外 他们还有办理过哪些案件呢 这次案件不会详细说明 如果你对某一个案件 特别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留言告知 或者有其他案件 也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留言告知 未来老王有空前时间 可以单独做出影片来 那么我们来说 华伦夫妇办过的案件 1980年有一位名叫大卫的男子 被二龄附身苦不堪言 家人找来了华伦夫妇来帮助大卫 华伦太太看到大卫身旁 有着不寻常的黑色雾气 大卫的母亲甚至还亲眼看到 大卫漂浮在半空中 甚至被无形的手殴打跟掐脖子 最终华伦太太判断 大卫身上至少有三个邪灵入侵 后来找好了时间驱魔 驱魔的时候 有些热心的村民也过来协助 里面其中一个人叫做 阿尔森约翰逊 当大卫驱魔结束后的1981年2月 年仅19岁的阿尔森约翰逊 在一次酒后跟房东起争执 并且拿出一把小刀让房东历史 出庭的时候法官问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约翰逊则说是恶魔要我这么做的 之前大卫被恶魔附身 我去旁边看了 那个被附身的人正常了 晚上我才发现恶魔在我旁边 并且一直叫我杀了他 这件事情闹得满城风雨 后来整起事件 法官是不采信的 于是约翰逊犯意气杀人罪 判处10到20年的独行 华人夫妇处理过一个狼人事件 事件当事人叫做比尔拉姆奇 从9岁就有相关的灵异迹迹象出现 比尔开始被人觉得怪 因为身上总是会有一股狗味 不过当时父母认为只是孩子 爱玩没有洗澡罢了 直到隔了几个月 比尔竟然用嘴叼着信件 跑去外面挖土买起来 父母才觉得真正奇怪 过了不久 1983年比尔越来越来越像 愤怒的狼 只要有人来访 比尔都会想要去咬他们的脖子 最后比尔被送往医院 可是却袭击了护士 接着就窝在角落 像要攻击人的狗狗一样 解采过来以后安抚了比尔 就把他放走了 1987年比尔的症状加重 于是跑去警察局 要求警察赶快把自己给关起来 大家讲完的当下 比尔的行为又开始像狼一样 六名壮汉警察合力 才勉强压制比尔 比尔在跟警方对峙的时候说 恶魔在我体内 我要杀了你们 后来华伦夫妇出现 马上判断比尔是被一种狼的恶灵给附身 并把他带往美国进行驱魔仪式 最终仪式结束 比尔再也没有发过病 华伦夫妇 也将此事件写成了一本书 狼人真正的恶魔附身故事 柏雷教区这里 曾经有一间本度派修道院 一位修道院里面的男修士 爱上了另一位住在女修道院的修女 最后被教会的人发现 你会修士是不能跟修女谈恋爱的 这是一个天大的丑闻 于是就在修女的面前处决了修士 无论修女怎么样哭喊 依然执行 夸张的是 他们竟然把修女活埋在修道院的墙壁里面 最后导致半夜经常有脚步声 铃铛声 还有人会在半夜看到各种不知名的光源 最终找了华伦夫妇协助 他们用倾斜的照片证据 激入了他们的经历 照片照看见一个幽灵翻阅一本圣经 还有一个鬼修女从身旁走过 以上就是华伦夫妇 除了安娜贝尔与离营宅外所办理过的案件 其实还超级多故事的 只是时间有限讲不完 怕你们也会听力疲乏 然后觉得超自然现象真的会有 只要你不要做蠢事情 并且时时呼喊我们的咒语就没事了 至于安娜贝尔逃离了博物馆到底怎么回事 2020年8月14号 一位名为赖利的人在推特中发了一个影片 影片上是搜寻的画面 他上面写着 安娜贝尔在凌晨3点与卧伦神秘学博物馆中逃脱 过了一段时间又一个人发推特说 安娜贝尔真的已经逃脱了他的笼子了 这两则推文开始陆续被转发 也越来越多人说看到了安娜贝尔 因为2020年华伦夫妇都已经离世了 所以很多人认为他们已经无法再质抹邪物了 于是大家都恐慌了起来 直到华伦夫妇的女婿发了一则影片 影片是这样的 各位 我不知道你们想不想听这个 安娜贝尔 嗯 我不应该说还活着 但是 安娜贝尔 很遗憾的 他在这里啦 他没有逃跑啦 我这里有保全系统啦 有小偷警察很快就会来了啦 包含安娜贝尔逃跑也会被知道啦 安娜贝尔他没有出门拜访男朋友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各位看完是不是跟我一样傻眼啊 我现在不是故意要骗各位的 因为我也是受害者啦 我也是被骗的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留言处有更多灵异故事可以拉下去看 如果你也想要听的题材 欢迎留言告诉我 有灵异故事也欢迎你投稿 给我投稿位置就在留言处 我是老王 我们下次见